取消奥用浪生出现在日本街头 忧心举办奥用扩大疫情 反对声浪过半 送应民意还是一孤行 我们等着瞧 旧的银花节 随着冲暖花开了 就在银花冰飞的之际 奥用圣火也从311地震所在地 福岛县起跑了 樱花火炬要雄遍全日本 点人费劲千金万户争取来的奥用圣会 但是笼罩在新冠费燃下的阴影下 来自世界各国数以7万计的用种人 聚聚一堂 竞技之余 疫情可能再次扩大 也是严重影响的威胁 日本政府要用奥用带动经济 财经界指望奥用带来买气 当然民众也期待奥用会 可以振兴低迷的景气 这种又爱又怕的奥用 郑侯群 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月5日 东京奥委会会长 乔本胜子表示 是延期一年的奥用会将于今年七月计划召开 第一疫情不稳 反对奥用会的示威 认为日本的确诊并幅并未下降 这种情况下举办奥用不明智 第二 如观众奥用会是否有意义 日本澳主委宣布没有外国观众奥用会 因为他们认为举办奥用会就是有意义 但是民间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次民众通过机头游行 以行动表达反对的名义 要求立即停办 第三 政府对奥运会的资金投入 有些民众不满政府对奥运的投入 庞大的税金预算 有示威者表示 在新冠肺炎事件下 失业率上升 合同中没有生活保障 陷入困难 这个时候政府更应该把举办奥用会的钱 拿出来用在刀刃上 而不是强行举办奥用会 这次愿意站上街头 抛头楼面 表达不满的民众是少数 还是能代表多数的呢 结果今年二月初 日本媒体做了舆论调查 针对是否应该继续推动奥用会的举办调查 调查显示 有28%的民众表示应该有观众形式召开 28%的民众表示应该无观众召开 有33%的民众表示应该延期 而表示奥用会应该终止的民众有28% 近三分之一在延期和停办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 这么看来显示过断的日本民众 并不看好今年的奥用会的召开 在我的后边就是奥用会的开幕式的会场 3月10号获得连任的国际奥用会主席巴赫 他曾在会上表示问题不是能否举办奥用会 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举办 东京奥用会的举办已经到了最后关键时刻 现在喊停的困难度高过硬着头皮换下去 站在街头上的反对民众 人数看了并不多 意见调查却反映过半的不看好举办奥用 这种愚群是否能被日本官方从上入流 并且有勇气揭上呢 那要等4月份日本澳组委 东京都政府来做判断了 在日本反对举办 东京奥用会的民众多过赞成 这场不被祝福的奥用活动 会被演成什么样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